因为女生多男生少嘛 这个穿出来之后 这个肯定和别的班 别的学员都不一样 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吧 他们都觉得我穿那个吧 蛮可爱的 而且仔细看 稍微脑补一下画面 真的蛮像一个贵妇人的 说我这样的 我如果在唐朝吧 我觉得就是那个贵妃那样的人物 因为反正毕业就这一次嘛 以后想想也是挺美好 就说我屁股太会牛了 谁说的这个话 我妈说的 我们男生穿上这个代表着圣洁 代表着幸福的婚纱 就是希望来感谢他们 来致敬他们 希望他们以后可以活得开心 找个好丈夫 有个幸福的家庭 不会把我停留 深深呼吸大步骤 有最后